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农民营养师聊养生 我们这里一家农家乐的老板说 他家后月有一棵树 有人出了一千块钱 他都没有卖 那他是什么树呢 一千块钱都没有卖 我们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树 这么几钱 那我们就去他的后月看一看 究竟是什么树 哇,这里他还写了一个牌 宅茶花茶为止发款十到一百到两百块 是这棵树吗 就是这棵树了 大家看就是这种树 有没有朋友认识他的 哇,那边还有一棵 这么小的一棵 就可以值一千块钱了 为什么这么小的一棵树就可以值一千块钱呢 听我给大家介绍完了 相信大家会说他远远不值 不只才值一千块钱 他叫红豆山 为红豆山为红豆山属桥本植物 红豆山是第四季冰川时期节仪植物 世界珍惜平微物种 中国红豆山是中国特有的物种 我国将其立为一级重点保护植物 他的这个叶子有点像那个薄树叶 但是呢,他不是刺手的 他不会刺手,不会扎人的 红豆山在地球上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 属于死前植物 非常珍贵 是植物件的活化石 同时呢,红豆山也是事件上公认的 平林秘诀的天然珍惜植物 他的别名呢,叫紫山 赤伯松观音山 长绿桥木 高,可长三十米 胸径可以达到一米 树皮呢,是灰褐色 立在条片 大致开展 一年生枝绿色或淡黄色 秋后变为绿黄色 淡褐色和红褐色 红豆山呢,对生长环境要求是十分的严格 至少需要五年以上啊,才可以开花结果 而且呢,是 这个雌雄一株 要有公的红豆山与母的红豆山种在一起 才能够开花结果 红豆山的果长得非常漂亮啊 红色像开了一个洞的樱条 它长在叶井上 红色的甲种皮 种子坚果状 当年成熟 生于杯状肉质的甲皮当中 红豆山中主要含有 紫山醇 黄铜类物质 柔制 以及 香毛 酸 紫山磷 紫山素等成分 对养生保健非常有益 因此啊,这么小的一颗红豆山 有人出一千块钱买它 也不为过 好了,具体的病情呢 需要资讯当地的医生 在医生的指导下运用 我是农民 也是一名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 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